中央设计者侯资营台北26日电外交部发行新版护照内页底图遭执疑陆右美国机场图样 外交部领务局今天表示底图是桃园国际机场负责设计的中央印制厂 当时设计手绘图时参考网络图片被误导为淘机图片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表示第一批新版晶片护照已印制20万份 领务局未来会设计新图案在20万本发完后会发行新图案版本 但现有版本不会收回以避免民众无护照使用 领务局表示今天有找中央印制厂人员说明 对方表示底图确定是之前的淘机低航下版权属于中央印制厂 但为增加构图丰富 厂商决定再加入塔台飞机等元素 领务局说淘机当初设计本来就有参考美国维吉尼亚洲的华盛顿 杜勒斯Daws国际机场的设计 加上中央印制厂在设计图样过程也有参考网络图片 被网络图说误导以为是淘机照片 因此出现手绘图样与杜勒斯机场及相似状况 至于飞机图案 领务局说是以一般飞机为基准画出的图案 1061226